字幕志愿者 李斐 今天我跟大卫一起为大家带来一件很特别的物件 生意有办公室有仓库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面 在哪里呢 201 North Corona Avenue, Ontario 安大略市 这可以说是全北美都知名的一个物流仓储的集中地 是的 我们对面就是安大略的国际机场 我们左边就是安大略会产中心 所以再继续看这个房子 仓库办公室房子 里面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下它所在的位置 是的 Let's go 又来到了安大略国际机场 我们来的路上看到了很多Amazon自己的飞机 Felix的飞机 UPS的飞机 网购的这些物品 只要是坐飞机来的第一站 就是落地安大略 就在我们今天要带你输出的物业 一阶是隔着正对面 我们的Office里面就可以看到这里起这样的飞机 随时看得到 所以这个位置有多好 安大略真的是快速发展人口增长的一个 未来一个非常很有潜力的地方 好 来这个Ontario的China Airlines中华航空 这里是可以直飞台湾的Ontario的机场 这边就可以坐到这个直飞到台湾的一个机场 厂房在那边 过来一条街 买张机票就到飞国际机场 然后从那边回来呢 有点像是在当地的飞机这样飞进来 然后请你快速拿着走 所以这种感觉跟你在LAX机场坐飞机的情况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24尺层高的 现在在市场在卖的 同样价位只有16尺高 我们有24尺 那这个更高的层高可以给你更多的存储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赶场 很多机会 然后这个货柜的话差不多我们数了一下 如果满载的情况下可以存差不多八九个货柜 八到九个 这样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面积 对于想要入门仓储物流行业的人来说 大概200多万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很多人过去跟我们咨询想要买大概一万尺下的仓库 有没有单的货 我们那时候就说没有了 现在有了 而且是24尺层高 我们身后围栏背后就是同一条大街上面更远离机场 更远离核心位置的一块空地 带开发建设也在售卖 那我们已经问过这块地买下来加建造 如果做成我们想要卖这种物业的话 大概每尺的成本价 成本在365 地税上面来说 地税上就差很多了 如果在工业时 很多人工业时卖掉来买安大略 最大的原因 最大好处是因为它规划好 第二个大好处就是地税 在安大略那边 安大略现在地税大概1.09 1.1 在工业时1.4 1.5 来到仓库的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高的卷闸门 用来卸货用 这个空间的话 货车可以直接退进去 方便装在货物 对这个size通常就是没有一个停卡车的位置 然后它这个仓库有 David 那这个物业是卖270万 是 这个生意呢 生意的话是 因为是牵手上比较复杂的一些计算模式 包含说它里面有一些存货 买家有没有兴趣 还说买家只是为了办身份 然后让生意继续操作 所以这个生意是可以用来办身份的 可以的 因为它是已经十几年的生意了 已经在这里经营了十几年了 对的 一直稳定 报税都正常 报税都非常好 就是赚钱 那很好 而且这个东西 qualify这个美国的一个叫SBA贷款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有在做生意 你可以用极低的投款 10% 就可以去买这个投业 对它本人有什么要求吗 基本上要至少两年in business 在两年你有提供两年的税表 如果你已经做生意两年 然后你现在想要做这样一个仓储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提供贷款给他们 没错银行银行可以提供给你 这位本身就可以做 特别过去在美国经行有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 对对 好可以帮你看看profile 看怎么样操作 欢迎跟我们联系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除了这个资源之外 没有在我们视频上 互管过的资源 off market 对我们都可以去discuss 是的 OK 那就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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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